好,那齊爾又從頭開始呢 從頭開始它第一個字就是它的標準了 我們寫字的時候常常是以前一行來當標準 但這裡沒有前一行 那它只是標準 就想好你的這個字的大小 那再來所有字都根據這個字來運作了 蝗蟲寫字確實有點特別 像這2mm就可以寫在這裡 它偏不要把它拉得好遠 你不覺得嗎 它會把一個字原本剛剛好的字 它就應該把它拉得那麼遠 這是它的個人習慣 好,這是第一個字 好,看一下旁邊的字 好像比它大一點點 那我們就跟它比它大一點點 所有的字啊 都依照字鐵的大小來排定 千萬不要自己做主張 靈鐵就是這樣 訓練自己的技術 達到仿真的能力 仿真喔 不是叫你創作隨便亂寫 所以很多字啊其實都是傾斜狀 傾斜狀其實就是所謂的姿態 千萬不要說 老師你們都寫歪歪的 不是歪歪 是字台 每一個字啊都是一名舞者 胖起來放掉 抬高戴下來 點短暫加長用力扭往下壓 好,那等於它的節奏感 是每一個字都是一個舞者 它盡量擺弄它的風騷 讓你覺得它好看 一,一的心 這裡寫的還蠻高的齁 這比我想像中拉的高 所謂拉的高就是上面這一段並不長 但下面這一段拉的特別長 這叫蠻高的 這有時候就是所謂的疏密 密的時候特別密 疏朗的時候特別疏朗 這異寫過很多次了 又縮緊 然後點 第一個點是獨立的 第二個點跟第三個點會連在一起 因為心嘛 三點代表心 他習慣前面這一點單獨 後面兩個連起來 再勾下來 這個西亞最特別是哪裡你知道嗎 最特別的是這一個皮 這個皮是豎起來的 你有沒有發現它豎起來直直的 然後才垃下來 這個寫法比較少 一般比較少 那過來以後從這個地方 偏右邊 偏右邊 不要再正中間喔 很多人很習慣說寫完一個橫畫 然後就一定要從中間下來 從這個中間錯 它稍微偏這一邊 剛才看是覺得這個偏 真的有點直啊 好這叫上窄 上面這裡豪宅豪宅豪宅 很窄喔 不是說房子很大叫豪宅 不是說豪宅 豪宅 豪宅 然後這邊又很緊 那這邊又很緊 那這邊才拉開 突然拉開 而且還微翹耶 那注意一下 那個鈉很多人都寫得很低啊 其實鈉有時候會偏高 就跟基底線來講它會偏高 這樣比較有精神 山看起來好像這一次從中間開始 因為它這裡有點稍微 我也撇過來 撇過來感覺是接這一邊的 雖然它的山啊 在這一篇裡面 筆順跟我們習慣不太一樣 它的山筆順 經常都是屬於那種草蔬的 一二三 這種草蔬的方式 至於這是一這是二 感覺比較少 我覺得它比較喜歡這樣寫 鬆 做一下筆劃 也是有那種飽滿鼓起來的那種味道 我蠻喜歡這種味道 因為這種感覺那種 像那個皮膚有彈性 那個樣子看起來好舒服 不要把字寫的乾別 要有點豐育 有點肉肉的感覺 好 上面鬆結 寫的扁 那這個琴字它就寫的長 長的話就往下走 往下走 至於它的往下走 不是拉直的喔 很多人習慣拉成直線 其實有時候 往下走啊 它會看起來有一點點歪歪的啦 一直歪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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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稍微有一點點傾斜狀 不要寫箱 寫一寫 然後就傾傾傾 那大家都對正 對正中間 好像塞在一個罐頭裡面 這樣不對 這樣沒有姿態 這邊拉開 收緊 又拉開了 又收緊了 然後又拉開了 加飽滿 所以你可以發現 它這種就是那種 拉開啊 收緊 然後拉開啊 收緊 然後拉開啊 然後斜短 它那種節奏感 非常的漂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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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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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